台北市长柯文哲 访日行抵达东京之后 先拜会了众议员 不过将近两个小时的闭门会议 到底聊了些什么 是否提到参选总统 或者是何时的议题 可批都避而不谈 而晚间出席了台日观光论坛晚宴 主持代表谢长廷也一同出席 结束之后还一起接受访问 受访行政治意味浓厚 形同是为2020大选预作准备 谢长廷邀请而整趟访日行程 谢长廷也会全程陪同 给足柯文哲的面子 公会非常重要 那我们台湾的议会 监督市场比较远 所以通常都市场没有办法来 但是如果在台湾举办 日本的知识都会到 他们不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不太重视 这一次正好有个空档 所以我建议说他来了 所以有人公议来家 跟他问导游好像 马上就要离开 我说不是问导游 是上导游来家 送酱油来 两人互动 让人受到白绿合作可能性 柯文哲出访行程不断 先美国后 日本呼应抛出的 其美日有终的论述 曾经拉高会晤的人 也是大有来头 一落地就前往东京 拜会众议员 何景克行 还有古屋归司 何景克行同时也是 安倍晋三的外交特助 负责对美的关系事务 聊人聊得很开心 何景克行还搭上时事 开门见山 就问柯文哲是否参选2020 有没有谈到选总统何时问题 或是传话给安倍 柯文哲都低调必谈 所谓外交 就是不要去外面讲这外交 柯文哲大阵仗访日 还将到福岛灾区视察 并且过夜 向日本示好的意味浓厚 表达解禁何时决心 柯文哲2020的起手势 只能做不能说 记者无议学雷俊 日报报道